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敦轻 丙 交直 二十六 下为天子时有一事 因为天子二时一事 周为天子三时一事 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缘也 和三代之君 有道之常 而秦无道之报也 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 故己以礼 始事复之 有失其数斑免 见于天也 过缺则下 过妙则期 孝子之道也 故自为赤子 而交故以行以 这一条出自于 见十六 汉书四 报是短处的意思 乃是开始 故是一个副词 就是旧 我们讲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失 是一个官吏的名称 古代是官职 温职 各有专师 各施其子 所以称有失 其数 庄宗 尊重 敬盛 这个旗同斋 古字 旗跟斋 是同一个字 是指庄重 严肃 恭敬的意思 端勉 就是悬衣和大罐 就是穿这个衣服 帽子 古代帝王 贵族的礼服 这个字是宫门 城门两侧的高台 中间有道路 台上起楼冠 庙是指宗庙的前殿 宗庙是先祖临位的所在 趋 是趋向的趋 跟这个趋 同样那个因 那个意思 古代的一种礼节 就是以碎步即行表示敬意 就是快步 很快地走过去 这是趋 就是不敢怠慢的意思 赤子是婴儿 那么这条就讲交子 交子女 甲仪上书说 夏朝天子传了十几世 英朝天子传了二十多世 周朝天子传了三十多世 秦朝天子传到第二世就灭亡了 以上讲到从夏商周 天子他的国座 国家呢 传的时间的长短 夏商周传的时间长 那秦朝呢 他才第二世就没有了 那什么原因呢 跟教育 交子女有密切的关系 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大 为什么夏商周 三代的君主治国有道而且长久 而秦朝 秦朝之今啊 却无道 又突然灭亡了 那么原因是可以知道的 古代的君王啊 在太子当出生的时候 就用符合礼法的行动来给他示范 就是示范这个礼节法度啊 给太子啊 给他看 给他模仿 给他学习 让人啊 背着太子 有关关联啊 则恭敬树木 一贯整齐 拜见上天 经过门缺时 就下车步行 表示礼貌 经过宗庙时 就恭敬的小步即行 这是孝子所行之道 所以从太子还是婴儿的时候 教育就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 建国君民啊 教学为先 太子啊 当然啊 从小就要教了 将来啊 他要管理一个国家 如果从小没有教好啊 长大了 不作妄为啊 这个国家呢 很快就灭亡了 所以这个教义啊 是根本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教义是根本 古代啊 把这个教义摆在第一位 那现在呢 人啊 不懂得教义 所以现在呢 世界啊 动乱不安 都是啊 从小啊 没有 接受圣贤教义所导致的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助教家乎会增长 滑起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好啊 好啊 好啊